赵紫阳的道路 赵紫阳的选择 谈谈落实和落空 以及所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暴同 本来在武昌读书 二战迫使他回老家参加游击队 抗日救亡 这是赵紫阳的选择 这大概是他生平为形势所迫 而独立做出的第一个选择 他的一生由选择组成 每走一步都需要选择 不是主动就是被迫 不是不自觉的就是自觉的 大抵文革以前 不自觉的选择不少 文革以后 自觉的选择居多 用他的话来说 文革使人大彻大悟 彻悟之前 身在梦里不由自主 看清领路人 也有急不负责任的时候 豁然梦醒 选择就慎重了 自觉了 马克思用过一对概念 叫做自在和自为 把文革断为赵紫阳 从自在到自为的契机 大概不会错的 赵紫阳最成功的选择 是在中国提倡市场体制 与世界经济接轨 他最自觉的选择 是不顾邓小平 威胁利诱 坚决不向人民开枪 他对后人最有启迪的选择 大概出于对当今两种政治制度的比较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 完全流于形式 不是人民当家作主 而是少数人 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 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看来这种制度 是现在能够找到的 比较好的 能够体现民主 符合现代要求 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 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经过了几十年的观察和比较 赵紫阳摆脱了束缚 完成了毕生的探索 选择就是取舍 好比翘翘摆 有取必有舍 取此即舍彼 有落实必有落空 这一头落实 就是那一头落空 落实普世的市场体制 必然是落空毛泽东的经济制度 选择有生命力的议会民主制度 就得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告别 有一件事情 上了年纪的四川人都记得 1976年4月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后 毛泽东震怒 雷厉风行地部署了 批邓反击右倾方案封 批邓小平是继批刘少奇 批516 批林彪 批周恩来之后的又一个高潮 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战 泰山压顶歧视汹汹 但在四川省 这座泰山 被以赵紫阳为第一书记的四川省委 在人民同心协力的支持下落空了 当时的党中央已经在1970年 开创了向全世界隐瞒云南通海 7.7级大地震的恶力 但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向老百姓 隐瞒一切地震预报的应急制度 地震局预测到四川某些地区 有发生大地震的可能 四川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 是人民关天压倒最高指示 还是最高指示压倒人民关天 以赵紫阳为第一书记的四川省委决定 必须让人民都知道地震的危险 四川各级党委没有向人民隐瞒 立即把大地震的危险告诉了人民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后的第二个月 也就是从六月起 省委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防震 防灾上来了 八月果然发生了松攀平武大地震 九月毛泽东死了 批邓也就转为批四人帮 这件事情四川人晓得 身为四川人的邓小平可能不晓得 因为他正忙于策划自己的付出 心思不一定在四川人民 赵紫阳在省委和全省人民的支持下 毅然落空批邓 不在乎邓小平晓得不晓得 重要的是四川一亿人 有准备地抵御了天灾 减轻了人祸 任务必须有所选择 政策和体制也应当有取有舍 1987年书记处开会 听取湖南驻军误杀一名大学生的汇报 司法机关和军队领导请示 这个案子怎么判 按照党管一切的体制 应该由党中央代替司法机关判案 但赵紫阳按照宪法决定 落空大权独揽的体制 落实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他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判案 中央不判 你们自己去判 中央对你们要求没有别的 只有依法办案四个字 在赵主持中央工作期间 党不干预司法成为惯例 大概也是在1987年 一位中央书记向他请示 对电影《芙蓉镇》怎么评价 赵回答 我们看电影 不审查电影 确实 必须彻底落空 党对文艺作品的非法审查制度 才有可能落实信誓旦旦的 百花齐放方针 在赵主持中央工作期间 我没有听说过什么新的文字语 毛泽东对马恩列斯 对共产国际 对党 对自己的顶头上司 历来反对盲目服从 他号召别人对领导的指示 应当用鼻子嗅一嗅 然后决定执行之还是抵制之 这是何等正常和理性 邓小平对毛泽东 何尝不是有取有舍 所以赵紫阳对邓小平 也有清晰的分析 赵主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的确曾经得到过 邓小平的鼎力支持 所以赵常说 没有小平支持 就会一事无成 同时赵也很清楚 邓小平的底线 是绝对不能动摇四个坚持 因此他把邓小平的基本思路 如实概括为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他没有误会 也没有歪曲邓小平 中国的政权是枪杆子创造的 谁抓枪杆子 谁就有力量 力量在邓小平手里 作为总书记的赵 并没有力量 赵只能尽力争取邓小平合作 自己则把工作重点 放在改革开放上 在邓小平颠覆胡耀邦之后 赵继续力挽狂澜 用邓小平的右手 撒住了邓小平的左手 打断了这股反自由化的逆流 1989年 耀邦去世 学生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 邓小平认为 这将危及他自己的统治地位 决定不顾一切 调集军队 武力镇压 这就迫使赵紫阳 不得不和邓小平分道扬镳 分道扬镳也是选择 完全被迫 却又完全自觉的选择 这不是各取所需吗 难道可以这样选择吗 党性呢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在中共中央组织部 党性曾经是我研究对象之一 党性者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眼 陈云 刘少奇 彭真 饶树时 历来都是这样教育党员的 但当时的和后来的党魁 毛泽东 邓小平都不认同 毛泽东怕刘少奇替彭德怀翻案 不惜用文化大革命 把党斗得四分五裂 可见毛的党性其实是毛的利益高于一切 邓小平怕学生替胡耀邦翻案 不惜使共产党成为向群众开枪的党 可见 邓的党性也无非是邓的利益高于一切 高明如毛邓尚且如此 等而下之者不说也罢 我想顺便指出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违反党章的 党章的总纲规定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可见党的利益 非但不得高于 而且必须低于宪法和法律 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目前正在于杜绝重蹈一切权利 属于中国共产党的覆辙 由此可见 党的利益不得高于共和国 更加不得高于人民 所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是白联教和3K党的行规 是布尔什维克和国家社会主义 即纳粹党的信条 在公民社会中 并不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 赵紫阳之后的总书记江泽民 大概懂了党的利益不得高于一切的道理 所以他提倡三个代表 代表者 公仆也 哪有公仆的利益可以高于 而不是低于选民利益的道理 打个不一定确切的比方 如果愿意把党的利益 界定为低于一切 肯定比高于一切 更加接近于为人民服务 任何政党如果把自己的利益 高高地置于人民利益之上 很容易误入谋取党权的歧途 堕落成为腐败的代表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本来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常识 不承认这一条的党 根本不配称为政党 充其量只是现代的青红帮 割老会而已 可是当年的共产阁迹 不承认这一点 所以共产阁迹所属各支部 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历来以无法无天为容 只是到了十二大 在胡耀邦主持下 总结了文革的惨痛教训 才写得出这句正确的话来 郑重其事地载入了中共党章 尽管有些领导人 如邓小平 继续明知故犯 扬奉阴违 但这句话 已经不可能从党章 和人们的记忆里消灭了 亏得有了这一条 为一切有志于像赵紫阳那样 独立思考的共产党人 提供了依法自觉选择的空间 只是由于击中难返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余为太甚 往往能够使人不寒而栗 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共产党人 已经提出了政治伦理的课题 党员个人利益 服从党的利益 确实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至于它的大前提 我想 大概应该是 共产党的利益 必须服从于人民的利益 aring 律时 诘独立 仼